现在我要介绍的是堪根定理的例题 那么首先我要介绍的是 什么叫做堪根定理 堪根定理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有一个连续函数 它的图形是这样的 如果说呢 y等于f of x 在左边这一点 它的是负的 在右边这一点是正的 它的值如果说一正一负 那么是不是 如果它是连续函数 在实数上面 它一定会有一个数字 经过通过这个x轴 如果是通过x轴 是代表y等于零 那么这个数字能够带进去 会让f等于 f的话带进去 会变零的数字 我们就称它为根 所以我们来看看 堪根定理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只是a 这只是b fa乘上fb 只要是它小于零 我就可以肯定它 至少有一个根 或者是三个根 因为它连续函数 它可以绕着过来 或者是一个 三个五个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那这个题目来说的话 它要我们证明 它有一个石根 是在落在1、2之间 那么很简单 我们就来看一看 在1、2这个值带下去 我们来看看 它是不是一正一负 就对了 那么我们的话 就基本上 我们先假设 f of x 是x平方 减掉x减1 那么我们带进去 1进去是多少 f1的值是 1减1减1 所以是负1 f2的值呢 带下去 是4减2减1 我发现它是正一 好 f1乘上f2 我们发现它是 等于负1 小于零 那么f又是连续函数 各位同学 你们必须要 注意这个问题 它是连续函数 为什么 因为多项式函数 在 在实数上面来说 它都是连续的 所以 我们肯定说 在1、2这一点 根据 堪根定理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堪根定理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用了 堪根定理 我们确定的是 1、2的这一点 这个区间之内 必有一根 那么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堪根定理 研究 这个地方 公里的